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,雾峰区峰低路靠近台74000快速道路下的一处农地,约三、四个月前开始遭人偷倒废弃物、垃圾,借数量越来越多,不但有工程废建材,甚至有弹簧床、废家具和民生垃圾,北流里长陈宗旺向台中市环保局反应,但至今都未查或遏制的偷倒者,让农地变成垃圾山。 臭气冲天,也破坏附近环境,居民都希望环保局赶紧揪出人凶开阀,这处农地的地主在北部,近来并未耕种,没想到今年初开始,遭人恶意丢弃废弃物、垃圾,如今已成为一座小型垃圾山,地主无奈,近来自行故宫架设铁围离,希望阻止遏制偷盗行为。 雾峰北流里长陈宗旺说,约三、四个月前就接获里民反应农的遭人偷倒垃圾、废弃物,一开始只有一小堆,但后来越倒越多。 除了一袋一袋的垃圾,连工程废弃物、弹簧床、音箱等废家具也全往这里倒,已经将农地堆得宛如垃圾山,出估面积约800平方公尺,数量约20车大货车。 陈宗旺说,农地附近无住家,加上平时通行人车不多,偷倒者才会肆无忌惮。 他也无奈地说,以多次向环保局反应,自己更曾在附近埋伏,但因无法确定偷倒者出现时间,至今都没有抓到行为人,垃圾越堆越多,不但臭味肆意,也影响附近环境, 还担心遭人偷倒有害物至污染农的,希望环保局协助清除,揪出遏制的偷倒者。 环保局环境机查大队长罗文龙说,类似这种大量倾倒垃圾、废弃物,环保局获报后通常会派人以架设缩时摄影机等方式搜证,但之前并未受理报案,也未接获通报, 金天德之后,已派人到场查看,后续会积极追查违法行为人。 雾丰清洁队队长叶赚茂则说,近日接获雾丰公所公文,才知道这处农地遭人偷倒垃圾,坦诚忘了通报环保局几查大队追查偷倒行为人,而农地是私有的,已通知地主请允,否则将开罚。